這麼久不見了我們要擺多一些 不同的可愛的特色好不好 來來來 心情上 滿興奮的啦 就是終於 可以讓大家聽到新專輯 其實因為4月29才發行 但是我很希望今天就可以讓大家 都聽到專輯 因為專輯真的做好滿久的 然後 心情是期待的啦 當然也會有壓力 就像之前跟大家見面的時候有說 我已經睡不好好久了 然後昨天晚上也是沒有睡好 我昨天晚上11點上床睡覺 但是我翻來覆去到大概2點才睡著吧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但我有跟同事討論 他們說是不是壓力太大啊 我說不知道也有可能吧 還是要讓我放假 同事說不可能 對就是還是希望可以讓專輯讓大家都聽到 這一開始真的是想要把自己身邊的 重要的人的聲音都記錄下來啦 因為我小的時候很喜歡聽錄音帶 然後很喜歡錄音 有時候是不經意的錄下來 我當時小時候的聲音跟父母講話的那些聲音 那現在回頭聽有一種很驚喜的感覺 就像剛剛說的很像紀錄片 那都是很珍貴的片段 那也有其中一個原因是 大概3年前 3、4年前開始想要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的外公外婆年紀很大了 所以想說 可能他們已經進入人生的最後的階段 所以想說我想要 尤其是我的外婆我跟她很親 所以我想要把她的聲音都記錄下來 所以這張專輯其實也是 某一種 某一種形式來說是獻給我的外婆 謝謝你的提醒 會啊會啊 我覺得多少會在演唱這首歌的時候 把自己的情感帶進去 其實任何的歌都會啦 任何的歌都會 包括像前一陣子聽歌會真的就是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 因為聽歌然後聽音樂 把自己帶入某一個情境跟情緒裡面 所以今天來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點好笑 就每個人都很擔心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就最近碰到大家都說你還好嗎 我說其實還OK 那有一些情緒我自己要消化 那主要是音樂吧 我覺得音樂就是有這樣子的魔力 它可以把你原本可能只有一點點的情緒 把它放大到最大 那希望這張專輯可以帶給大家 是比較 嗯 撫慰的 的那種感覺 尤其是現在的疫情這樣子 有些人有提啦 有些人有提 那我也就 就謝謝他們 然後但是現在很忙啊 就是 準備專輯嘛 這些的 嗯 公司也不讓我放假 所以就 比較沒有時間啦 嘿嘿嘿 我先 先學會跟 跟自己相處吧 我覺得 嗯 podcast我覺得 跟歌手最大的差異當然就是 從 被訪問的人變成 要去訪問別人的人 那其實 開始錄podcast 其中一個 我自己 其中一個目的 是讓我可以 強迫自己去多多的交朋友 因為我的同事都說 你怎麼朋友那麼少 嗯 我也很少 很少出門啊 或是 去不同的social的場合那樣子 所以就想說 透過這個機會 跟不同的音樂人聊天 嗯 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然後增強自己的社交技能 那 我覺得 呃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 有請到清風一起來聊嘛 我覺得他有打開我的 某一個部分 然後 可能開了以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接下來應該會跟很多的嘉賓都相談甚歡 這樣 那開哪一個部分 嗯 就是 對啊 就是 口無遮攔嘛 不是啊 就是 就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放得開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從清風身上學到真的蠻多的 我覺得蠻謝謝他 嗯 因為我跟 其實我跟阿福更熟嘛 然後當然也有聽說他們從最一開始 清風當然也是比較害羞的那種 殊不知就是 在隱藏嘛 最後 就是把自己比較活潑的那一面 呃 放出來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就是 也是TOPO Podcast 真的有認識到很多 很多新的蠻好的朋友